主別裡面的第幾欄?第二欄? 比對方式輸入一個0就可以了 按確定 馬上可以幫你全部查完 有沒有 升等的話 升等指的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1到4 實際上就是前面第一個 那第一個怎麼查? 其實插入函數的話一樣 用文字裡面 不過這個時候你不需要用那個MID 因為MID是只抓中間的 我們其實可以換另外一個 哪一個呢? 從左邊算過來第一個 那其實有沒有一個叫Labs? 其實在文字裡面你可以找一下 有個Labs當然有個Right Labs Labs 顧名思義 從左邊 兩個而已 它的編號 從左邊算過來幾個? 要一個 所以你就輸入1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回來告訴你 你的左邊算過來第一個就是1 那就是我們要的 按確定 那把這個Labs一樣剪下來 去查什麼? 查一樣是 那個減視與參照裡面的V路函數 V路函數這個 那把剛剛的減下貼上 去查什麼呢? F3 他要查這個是深等 所以裡面有沒有一個叫深等 有在這裡按確定 然後要查一定是查第二欄 查回來的第二欄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抓第二欄回來 然後0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他回來的結果 居然是怎麼樣? 找不到 你想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明明1 可是為什麼回來是抓不到呢? 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1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用文字函數做出來的1 跟它裡面儲存 深等裡面的對照表 的1 有什麼不同呢? 請記住 有沒有 有沒有不同呢? 你看看起來好像一樣 差在哪裡呢? 蛤? 根本一樣的東西 差別其實特別注意喔 前後 如果你用Labs 在那裡 這個1 前後 如果加雙引號的話 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如果你1加1的話 結果會是等於2 就是1 為什麼? 因為它是文字 那如果是1加1的話 才會是等於2 差在哪裡呢? 前後雙引號 應該懂的意思吧 文字 文字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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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喔 這個 跟這個 相不相等 這兩個有沒有一樣? 特別注意的是不一樣的喔 這個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它不等於它 它不等於它 所以它找不到它 那怎麼辦呢? 多一個動作 你需要怎麼樣? 請你把文字 把它先轉成什麼? 轉成數字之後 它就可以找到了 那怎麼把文字轉成數字喔 這邊又多一個難的地方喔 請你在Labs有沒有 外面請你再打一個 打一個函數 叫Value 怎麼打? 直接 就在Labs的前面打一個Value Value 前刮弧 然後在後面呢 再多一個後刮弧 把它包起來就對了 包起來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把這個Labs打完之後 前刮弧後刮弧 你會發現喔 它剛剛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這樣的狀態 它就幫你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1 就是把文字變成數字了 這個時候你再來查 會不會查得到呢? 就查得到了 OK喔 特別注意喔 差別這個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這個比較難一點喔 所以請各位稍微注意 稍微記一下 這個也是最難 最容易犯的錯誤了喔 因為Labs抓回來是文字 我要把它轉成 數字 OK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外面包一個什麼? Value Value 刮弧 包起來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錯誤對不對? 現在會不會有錯誤呢? 我這邊按個確定好了 好 有沒有 這找到了 點兩下 全部抓完了 好 所以特別注意喔 外面就多一個Value就可以了 就是把文字轉換成數字 那 這個部分的話就完成 這邊 1 2 3 三個東西 那等一下的話 要把這三個平均起來 就是它的烤額 這兩個 就這一個 合計起來 再名次喔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喔